好 好 所以说真的不好意思 我觉得一个是对不起志同 对不起冯波 对不起孤凯 把你们麻烦这么长时间 在你们底下坐的 其实早就应该把他们请上来 跟我们一起 共同聊一聊 在底下看更舒服一期 赶紧把他们一起打 每天咱们单独安排 您带着三位老师 咱们再做一期 你看看 我们一起聊好不好 我从小就想说相声 真的 就是又见着您了 今儿我给他紧张 为什么没说呢 因为您咱俩童年生的 有你没我 你怎么都脑装这样了 沈云服很累 他像人很愉快 走脑子 不过你要干这个 比那还累 我觉得那个 我其实见着的那个 德康老师也是 真的非常高 非常激动 接着喘气了 现在我觉得啊 古凯克志同那 属于幕后英雄 那是 为这部戏付出了 很多兴趣 但是我觉得 首先让冯波 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 太好了 跟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波 来 这个你是戏里唯一的这个 波波 波波 我叫点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冯波 然后在咱们这个 男人冯天柜里 扮演美发店的女老板 金哥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 比较 有意思的人物吧 主要是我跟这个潘老师 还有这个梁爱琪老师 对手戏比较多 请你们多关注哦 哦 关注啊 谢谢龚波 谢谢 来我们新的古凯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吧 这是你们的御用编剧了吧 御用编剧 我觉得他跟我合作 多少年了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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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他算是同行 对 我十几年前做过编剧 做过编剧的 但是编剧 编剧也不是说真话 这个不是人干的 太苦了 太苦了 说相伤的 太苦了 我要是做不下去的话 再做不下去 我得一受 你还是做编剧吧 还是做编剧吧 对对对 剧本剧本 这么说吧 这是一部很温暖的戏 希望大家能喜欢 就像喜欢德纲老师 相声那样一样的 喜欢我们的戏 甚至说我们的戏 比他那还好 要拍摄的节目 好得多的 对 谢谢 这个我兄弟败 没事没事 说得对 应该说我们那个戏 跟德纲盛的相声 并驾鸡驱 往前冲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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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回这歌 叫什么名字呀 歌叫幸福 叫幸福啊 这个潘洋唱得也很好 有一点点就是说 这个长江大哥和长阳大哥 非常挑剔 就是录完音以后呢 经常会给我打电话说 一分五十秒那个地方 有一个金属声 然后马上进棚回去改了 后来才跟我说 听了一百多遍了 这什么歌 今天就听一百多遍呢 但是听了一百多遍之后呢 大家觉得还是 还很耐听 这个希望 你越这么说 我越想听点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太阳真棒 又能唱歌 又能演戏 有女如此 夫复何求啊 这个让姑娘唱一个 我们听听好吗 好 来 那谢谢 因为到金属游戏来做节目 挺开心 因为跟德纲啊 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有两三年了 差不多了 借金属游戏 能见到我兄弟 我见他面的第一句话 他见我面第一句话 就问哥身体怎么样 我见他面身体怎么样 我们都是这句话 我想现在能人风天贵 正在热播 就想借这么一个平台 借这么一个时间 借这么一个故事 所告诉所有周边的 周围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 去关注那些可爱的群体 他们就是农民工兄弟 只有他们幸福了 我们才能幸福 只有他们快乐了 我们才能快乐 就把这首签尾主题曲 名字也叫幸福 送给所有的农民工朋友 送给所有收看 今夜有戏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能人冯天贵剧组 来到今夜有戏 我们请可爱的攀杨 把片尾曲幸福 带给所有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快乐幸福 一支蜡烛 一支蜡烛 算是送给你的礼物 走哪一条路 这个真是没有地图 感情的长途 也许让你痛苦 孤独的游戏 孤独的游戏最后总会慢慢的结束 你是否掉下泪珠 有时幸福 只是一种礼物 不一定成熟 也不一定很满足 有时忍住 是向后退步 躲过这一段迷路 再变换一个角度 那时也是你会看的 看清楚幸福的面目 幸福的面目